哈囉哈囉,我是宣布哥,鹿洛洛 本次影片要帶來的是崩壞星球鐵道1.4版本下半登場的火屬性懸念角色 拖帕和杖杖培養分析全攻略 作為影響追擊輸出體系的角色 實踐上帶來的效果如何呢? 若是對於追加攻擊相關隊伍有興趣的熱肉們 可以好好了解一下拖帕和杖杖的技能特性 洛洛也會在10號影片中提供相關的實測性的參考 以及拖帕的技能解析 以及新聞效果推薦與配對思路建議 若需要查閱其他角色 也可以再到播放清單中去查詢 或是在搜尋欄上打上角色名稱 攻擊洛洛來查看是否有做過的影片 目前洛洛的頻道都會陸續製作 原神以及崩壞星球鐵道的相關影片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與直播的話 都可以先訂閱洛洛的頻道喔! 拖帕和杖杖是五星火屬性 巡捏命徒的角色 只要抽一隻杖杖就能免費送一位拖帕 身為巡捏命徒 拖帕的傷害全部都是交給旁邊的那隻鋪滿 因此技能特性是主打追加攻擊 也是目前追加攻擊頻率最高的角色 將將有點類似井人的神軍 有自己的行動值 並且會出現在左側的行動序列中 只要透過拖帕戰技中所提供的負債證明效果 附加在敵人身上 使其受到的追加攻擊傷害提高 戰技時期可以來到50% 這個異傷也是屬於獨立城區 因此只要是追加攻擊傷害的輸出角色 只要吃到這個吧傷害上都會有感提升 再搭配天賦效果 在敵方受到我方追加攻擊時 能夠使杖杖的行動提前 繼而使杖杖打出高頻率的單體傷害 連位拖帕的技能傷害主要依賴杖杖以及追加攻擊 並且技能效果中的提高追加攻擊傷害的部分 也比較偏向輸出作用 能夠影響所有具有追加攻擊特性的輸出角色們 因此拖帕在定位上會更符合輔助C位的感覺 所以不能用拖帕來對比本身定位就是主機的角色 雖然說練度足夠的話 拖帕依然具有合格尋列輸出的傷害 只是因為尋列命徒的傷害主要偏向單體 加上杖杖的行動提前會需要一定的條件限制 因此在輸出上可能要再搭配能補上群傷的隊友 或是專門攻克具有火弱點的純火隊中 此外就是放入主打追擊攻擊傷害的角色 像是警員、克拉拉這類角色 至於為什麼沒有提到任、卡布卡、姬子、黑塔 三月七、彥卿這類有追加攻擊的角色呢? 就是因為這幾位角色雖然有追加攻擊的輸出方式 但追加攻擊的傷害在他們的傷害佔比中並不是太重要 若是搭配任的話拖帕會比較偏向-C 因為任本來就不太會排斥隊伍中有第二個C 同時任也能吃到追加增傷 搭配彥卿的話主要是隊伍輸出類型太重疊 而搭配黑塔的話比較需要建立在有很多祝福 能補上缺失的倍率 才能夠比起前面提到的主打追加輸出的角色 有等頭量的傷害量 在尤其就更不用說了 他的追加攻擊只是一咪咪 主要是向位回歸點能量和血刃冰弱點來用的 本身是存互定位也不是輸出 姬子會建議是組成純火隊的陣容 除了發揮姬子的隊群傷害來補足托帕的隊單 以及面對著燒狀態下的敵人也能增傷的部分 整體這樣搭配才會讓姬子的傷害比較完整 相關的實戰配對落也會在稍後影片中說明 這裡也附上托帕和杖杖1-80等 行機專屬光追點滿的材料數量總數 技能等級主要是限於普攻6等 天賦、戰技、終結技8等的資源消耗量 托帕的戰技為單體攻擊 並且影響著核心機制追加易傷的倍率 只要敵人身上有著負債證明 就能使受到的追加攻擊傷害提高 若是當我方回合開始或行動時 若場上尚未有敵人持有負債證明 則場上會有隨機一名敵人直接強制負債 我們可以在敵人的頭上觀察到一個鋪滿標記 此效果不能被解除 強制讓人欠起來不能被解除 這功能幹著幹著自己好想要啊 連位負債證明只限一個敵方目標持有 因此托帕在主動使用戰技時 也可以透過選擇目標來轉移負債證明附加的敵人 而若持有負債證明的敵人陣亡後 負債證明會消失 等到我方行動時會再立即附加一個負債證明在隨機的敵人身上 若是讓托帕主動使用戰技時會立即丟出杖杖進行攻擊 卡出一共7段且視為追加攻擊的火屬性傷害 此次杖杖的行動因為是托帕把它甩出去的 並不是杖杖自己要動的 所以就不算在杖杖自己的行動回合中 就吃不到星魂2這種要杖杖行動才能吃到的效果 另外若是有觸發終結技的掌浮驚人效果的話 由托帕主動使用戰技的這次杖杖行動則會消耗掉掌浮驚人的BUFF次數 托帕的天賦為核心機制 主要影響杖杖的傷害倍率 當場上具有負債證明的敵方目標受到我方的追加攻擊時 杖杖行動會提前50% 加上因為杖杖只要解鎖額外能力透之後 普攻也會被視為追加攻擊 所以托帕的普攻和戰技都能觸發天賦使杖杖行動提前 不過要注意的是 杖杖自身的行動並不會觸發這個效果 此外也要注意的是 若在杖杖行動的回合中又觸發了其他角色的插隊追加攻擊時 也不會觸發這個行動提前效果的 像是黑塔或機子 舉例來說 杖杖行動時剛好擊破敵方火弱點 同時觸發機子的追加攻擊 但因為杖杖自身的回合還尚未結束 所以這次機子的追加攻擊就不會再使杖杖行動提前50% 杖杖有著自己的行動值 初始為80點 類似警員的神君 只是不同於神君的是 神君是類似於魂魄的靈體 依附在警員身上 所以警員被控 神君也會被跳過回合 要等到下次十周輪次 而杖杖因為是實體的鋪滿 所以杖杖被控時跟杖杖就沒有關係 他依然是自由的 敵人不僅打不到他 他還可以再跳出來攻擊 並且警員的傷害為擴散傷害 杖杖的傷害為單體傷害 加上杖杖的BUFF 主要是連動著杖杖身上的BUFF狀態 所以像是雙爆和攻擊力之類的增傷都可以共享 但SR的加速沒有辦法拉到杖杖 可能不是人就不行吧 但所幸杖杖的行動 搭配隊友的追加攻擊和杖杖的終結技加速效果 還是能夠很快地進行攻擊的 脫帕的終結技為BUFF技能沒有傷害 能量需求130點 主要會使杖杖獲得降伏驚人狀態 提升杖杖的爆傷與傷害倍率 使用完兩次後就會解除 原本杖杖的攻擊為7段的輸出 在降伏驚人狀態下 輸出的杖杖會來到8段 也就會從溜溜球的輪轉攻擊 變成龍捲風式的輸出方式 而我們從左側的行動序列中也可以觀察到 杖杖若是處於降伏驚人狀態 也會顯示特殊的效果 並且也會有剩餘次數顯示 並在脫帕的頭像旁也會顯示有兩次的BUFF紅點 除此之外 當場上所有我方角色 對持有負債證明的敵人進行普攻、戰技或終結技的攻擊時 都會使杖杖的行動提前50% 再搭配天賦的使用最佳攻擊 打在負債證明的敵人身上時 也會有行動提前50%的效果 等於是我方角色只要打出兩次的任意攻擊 就能使杖杖立即行動 若是要客家一點 可以在脫帕終結技能量滿 並且杖杖快要行動時 再接著拖帕開終結技 這樣比較不會浪費前面一次的提前行動效果 岩文前面有說過 使用戰技也會消耗掉掌伏驚人的效果 所以若是終結技後立即接拖帕戰技 而後杖杖又行動完 兩次掌伏驚人就會馬上用完 可以用來打快速的小爆發 拖帕的普攻為單體火屬性傷害 雖然只有一段傷害 但解鎖額外能力透之後 就能使普攻也視為最佳攻擊 就能靈活應應實戰需求來去選擇 當下要使用戰技還是普攻 就要使戰技點消耗量變低 就能透過普攻來觸發天賦 而若是要快速打爆發 就能夠選擇戰技來攻擊 目前全崩鐵最有趣的秘技就是拖帕的秘技了 屬於狀態類秘技 並且分為被動和主動效果 被動效果為 使用拖帕這名角色在戰鬥外場景時 將杖會常駐存在並跟隨 同時會自動搜尋附近的寶箱和鋪滿 還能和鋪滿友善交流 包含模擬宇宇宙中的鋪滿也是 增添地圖探索樂趣 喜歡動物的人看到這個情境都快要被蒙死了 而主動效果則是使用後 會使得進入戰鬥後的杖杖首次釋放攻擊後 威脫帕恢復60點能量 在大地圖主動使用秘技戰鬥勝利後 可以獲得少量信用點 每日上限為1萬點 而在魔靈宇宙主動使用秘技戰鬥勝利後 可以獲得少量宇宙碎片 並且低機率獲得一個隨機起舞 等於有一個小樂透的感覺 並且基本上沒有什麼副作用 除非隨機起舞突然給你來一個歡愉面具 拖帕的額外能力透支解鎖後 就能使普攻也視為最佳攻擊 可以吃到所有關於最佳攻擊的爆 解鎖額外能力金融動盪 使拖帕和杖杖在面對具有火屬性弱點的敵人時 傷害提高15% 解鎖額外能力技術性調整 使杖杖在處於漲步驚人的狀態下攻擊敵人時 能有額外回復能量10點的效果 若都是杖杖主動回合攻擊 總共可以回復20點能量 若是一次戰技一次杖杖行動 則回復40點 若是有解鎖到星魂6 則能回復到30點 這部分也能夠吃到能量恢復的增益 而在其他小行機加點的部分 全部點亮後可以增加爆擊率12% 生命值10% 火屬性傷害22.4% 拖帕和杖杖的行機加點順序方面 天赋為核心中的基礎可以優先點高 其次點高終結技和戰技 但其實這三招都蠻重要的 最終最好都要點好點滿 普攻可以視個人需求看要點到多少 前期資源不夠的話可以先點到4左右 後面有資源再升 解鎖星魂1後 能夠優化核心天賦負債制民的效果 使得敵人還會被附加強制執行的效果 額外增加追加攻擊的爆傷25% 最多兩層上限也就是50% 只要敵人受到兩次追加攻擊 就能夠使星魂1效果強住 搭配克拉拉這種角色組成雙核追擊 能夠很快疊滿 面對BOSS要攻堅時就十分有用 若一般情況下敵人被擊倒 或是有轉移負債制民的目標的話 需要重新再疊層 解鎖星魂2能夠使脫帕有額外的回能量機制 只要杖杖行動結束後就能額外回能 所以若是戰技這種不屬於杖杖的回合就不能觸發 可以加快終結技的能量回復效率 星魂3案5分別提升戰技加普攻 終結技加天賦的等級上限 解鎖星魂4 杖杖自身回合開始時都能夠行動提前20% 可以加快脫帕和杖杖的攻擊頻率 同時也能夠加快充能 而戰技的部分不屬於杖杖回合 所以不會觸發星魂4效果 解鎖星魂6會使得終結技的 降幅驚人增益次數上限提高到3次 並且額外附帶稀有的火屬性抗性穿透10% 搭配額外能力技術性調整 就能夠在全都是杖杖主動攻擊的情況下 使能量走回不來到30點 再搭配星魂2與能量恢復的連接生時 可以做到即便隊伍只有脫帕一個追擊角色 就能夠完整覆蓋終結技的效果 星魂效果推薦 部落這邊主要會推薦星魂1與星魂6 星魂1主要影響的是追加攻擊的爆傷 不只脫帕其他追擊隊友也能夠受益 因此影響的範圍和作用是很大的 而星魂6不只可以做到 近乎完整覆蓋的終結技BUFF效果 還附帶火屬性抗性穿透 讓杖杖可以一直不停龍捲風 兩個都算是蠻關鍵的星魂效果 儀器四劍套的部分 在當前版本的儀器套裝中 比較適合的會是熔岩斷柱的火將四劍套 四劍套效果可以提供戰機增傷 以及終結技釋放後的下次火屬性傷害 杖杖都能夠吃到 又或是火將搭配快槍手2加2的混搭配法 兩種套裝的傷害並不會差距太多 而一比較快B.A.成型的會是混搭的配法 因此要刷取的話 可以先以2加2配置為目標 另外就是輸出角範用的天才四劍套 若是在面對有量子弱點的敵人時 可以得到20%的無視防禦效果 若先前有一套不錯的天才套也可以先穿戴使用 飾品二劍套的部分 唯一選擇停轉的賽爾索圖 有增加最佳攻擊傷害的也就只有這套飾品了 加上提供穩定爆率的部分也是托帕所需要的 算是最適合托帕的飾品了 不建議刷其他的 所以洛洛也會建議在1.4版本時 可以先主要把賽爾索圖刷畢業 以及主副屬性的部分可以參考表格 鞋子的部分速度或攻擊力都可以 因此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隊伍來去靈活做配速 就算穿攻擊鞋也可以搭配艾斯達來拉大量速度 所以洛洛自己比較喜歡穿攻擊鞋 連結繩的部分洛洛比較建議星魂6再換能量會吃效率的 雖然沒有星魂6也可以穿 只是還是會少了一部分傷害 但托帕自己的能量恢復效率其實也不會太差 所以星魂6傷害多拉滿後 換成充能神才會有BUFF滿又打得爽的感覺 這邊提供托帕的相關幣面板參考 爆率建議70%以上,爆上150%以上 穿攻擊鞋時托帕的攻擊力會落在2800-3000左右 穿速度鞋的話則是能以134為一個基準值 第一回合可以行動兩次 其他就看隊伍去調整速度即可 托帕的五星光追首選專屬光追 煩惱者幸福者 提供所有托帕需要的增益 不只有巡列光追中最高的攻擊力白質 並且還能提供托帕所需要的暴擊率 和追加攻擊傷害提高 也是所有巡列光追中唯一有給追加攻擊滋傷的 此外還會使敵方陷入溫馴狀態 最高低加兩層 使我方攻擊處於此狀態下的敵人士 都能夠獲得爆傷提升 在雙盒陣容中十分有用 其他還可以選擇的五星光追有燕金的專屬光追 如泥酣眠 屬於泛用的巡列光追 大部分巡列命途都能用 主要提供穩定的暴擊傷害 並且若是普攻或戰技有一次沒有暴擊 就能夠獲得大量的暴力加成 雖然暴擊只有一回合 但搭配杖杖的多段傷害是很容易觸發的 而光追效果在觸發的該回合不算 因此三回合的冷卻中 是有兩回合能夠吃到的 希爾的專屬光追與夜色中 雖然拖帕也能用 只是有些效果比較不容易吃到 主要吃的是穩定的暴力加成 而且要搭配速度鞋 在一般穿速度鞋的情況下 大概也只能吃到光追的三層效果 只有星魂2的希爾才會容易吃滿 最後能選擇的五星光追為黑塔商店的星海巡航 提供穩定的暴傷加成 以及提升拖帕和杖杖在面對半血下敵人的收割傷害 以及消滅敵方目標後的攻擊力加成 但這個光追比較適合用來輕小兵 追到BOSS時 攻擊力加成就差不多已經吃不到了 四星光追的部分 最為推薦速傷的光追論劍 滿典影的情況下可以直接吃到80%的增傷 並且需要維持攻擊單一目標的條件下 也非常適合脫帕和杖杖 搭配杖杖多段的輸出方式 很容易就能夠吃滿增傷 幾乎等同為是常駐 以滿典影的傷害量來說 和典影1的專主光追傷害量 是四星中差距最少的 另外還能選擇的有唯有沉默 主要提供攻擊力提高 以及敵方目標小於20能夠獲得暴率加成 比較屬於沒有論劍時的替代選擇 脫帕由於在定位上轉為-C輔助 所以建議會組成雙合的陣容為主 脫帕若是要單人作為主機的話 會建議放在全我隊的陣容中 用來攻克具有火弱點的敵人陣容 同樣也會有可觀的傷害量 以下洛洛就帶來一些1.4版本中 可以組成的脫帕相關隊伍 克拉拉的反擊隊主打的就是追加攻擊 因此搭配脫帕的獨立追加 異傷城區帶來的效果後 克拉拉的傷害可以說是有感的提升 俗稱為克拉拉加托帕加育空或 停雲加羅刹 克拉拉可以對決的能力 彌補了托帕對單的缺口 並且克拉拉能夠透過多次觸發 頻繁的反擊來使仗仗更多次行動 搭配育空時 仗仗的攻擊並不會消耗掉育空的明顯耗力 而若是搭配停雲 則會建議讓停雲的BUFF上在克拉拉身上 使托帕擔任隊伍中的2C位 若是沒有羅刹的話也可以換成0可 反擊隊雖然傷害不錯 但攻擊模式上偏向被動 所以比較容易被敵人的攻擊特性牽著走 釣人打槽反擊回去 按照鏡位置 若是自認自己的警員傷害不夠時 又沒有波羅尼亞 現在有一個能增加傷害的拖帕來了 隊伍組成為警員加拖帕加庭園加羅刹 庭園一樣BUB主要上給警員 若是沒有庭園的話也可以換成艾斯達 沒有羅刹的話也可以換成靈盒 神君增傷一樣搭配拖帕十分有感 隊伍中主要注意警員不要被控 生存方面穩定就能夠享受神君轟爛的療癒數字了 隊伍組成為警員 任的追加攻擊傷害也很不錯 加上任也是一個很好組成雙頭的角色 組成為任加拖帕加波羅尼亞加羅刹 拖帕一樣單任副C位 波羅尼亞的主要BUFF也是上在任身上 任可以彌補拖帕對單的缺口 拖帕也可以加強任的追加攻擊傷害 只是任觸發追加攻擊的頻率並不高 但也是一種可以組織的隊伍 這個組成雙頭的小隊伍 選擇不敵人在其中一隊口 千萬一隊伍組成雙頭的隊伍 你也不太拱望 而且你又在任何隊伍組成雙頭的隊伍 在任何隊伍組成雙頭上 在任何隊伍組成雙頭上 並有一個安全點 超級挑戰的隊伍組成雙頭的隊伍組成雙頭 有個多角色的隊伍組成雙頭的隊伍組成雙頭 在任何隊伍組成雙頭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是要讓托帕組成單人主C的隊伍的話 則建議可以組成托帕加廷雲加銅鞋或虛無加存互或崩饒 廷雲可以讓托帕的能量快速回滿 並且還提供加工與增傷 能使張張的傷害大幅提升 終結技效果也能盡快吃到 補助位的選擇可以是艾斯達 波羅尼亞 銀狼 佩拉這類萬金有補助 搭配艾斯達也可以換成與行星相會的光追 增加托帕和杖杖傷害 最後生存位則可以選擇像是 符璇 羅刹 林可或其他護盾角或生存奶媽 只是以托帕單人作為C位的話 主要的弱勢會在於面對到多數敵人的陣容時 絕對面圖的對單清怪稍微比較慢 伸電動作為C位大幅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就是组成纯火队阵容的托帕 组成为托帕加机子加SR加伏玄 伏玄也可以换成其他生存位 像是伏主也可以 只是伏玄可以给到生存又有暴力加成的效果 用起来也十分舒适 机子在纯火队的情况下也有不错的伤害 但需要建立在纯火队的阵容下才会体验比较好 同时还要敌方有火弱点 才能让机子触发最佳攻击 连带触发杖照行动提前 辣带触发杖照行动提前 辣带触发杖照行动提前 放草带走行动提前 辣带要用紫火队的刀 符合 工具 这 卡 托帕和帳帳的抽取建議 以1.4版本的話 站在新手入坑的角度 洛洛是會給大概3.5顆星 就是可抽可不抽 啊好像有講跟沒講一樣 同時也要針對不同的情況來決定 因為托帕主要影響的就是追加攻擊傷害體系的隊伍 目前主打追加攻擊傷害的角色 主要有克拉拉和警員 還有純火都一家有火弱點的機子 如果你是屬於對於追加攻擊體系有興趣 又或是剛好有抽到克拉拉的話 那麼就可以抽托帕來體驗花運克拉拉 傷害直接有感提升 而若是追加攻擊角色不多 或是對追加攻擊沒興趣的話 可以再觀光看看其他角色 甚至是未來隨著版本推進 也會有機會再出更多的追加攻擊角色 到時也都少不了托帕的就業 現階段缺叔叔角色或賞組量子隊伍 也可以考慮抽復刻的希爾 但就算是缺叔叔的剛入科謀星 要練到軍魂等級5以上也沒有那麼快 其實也可以抽托帕來在前期開圖找寶箱的時候 有個不錯的體驗 後面練起來後 托帕能進的隊伍也算多 所以總體來說 有抽托帕的基本上是不太會虧的 只是不急的話 或是手頭比較緊的話 不抽也不會影響 等到後面復刻的話也是沒問題的 說不定到時候追擊陣容也比較完整了 所以看看有哪幾點 講到你的心坎上 心雄用夠那就抽吧 無刻或月卡檔玩家 有想抽托帕的話 柔柔建議可以抽0加0或0加1 順序上可以是先拿專屬光追後 再考慮抽新聞1到2 若是有替代的光追 像是滿地影論劍之類的 把托帕當-C使用時 被專屬光追還是可以用的 諸葛玩家則可以在抽到0加1後 考慮補到關鍵的新聞1 後面的新聞效果比較是為新聞6服務 非新聞6比較感受不到提升 因此1加1就算是一個畢業了 若想再加強傷害的話 則可以再考慮往光追點影書去抽 滿地影可以穩定提供高額雙爆 30%爆率和20%爆傷 還有超高的50%最佳攻擊傷害 搭配上帳帳的多段傷害 看著就很療癒 新聞上除了新聞1之外 接下來的增傷新聞就只有在新聞6了 最後總結抽取順序 新聞0、迪影1、新聞1、新聞2或光追5、新聞6 以上就是拖帕和仗仗的角色分析全攻略 希望大家都能更加了解如何培養 若想參與討論也可以加入洛洛的Discord群組 或許洛洛也會在製作崩壞星球頻道的一些攻略指南 若想知道的主題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洛洛會優先製作大家選比較高的 此外直播時有任何問題也可以來詢問 製作攻略不容易 若想支持洛洛的頻道內容 也可以點擊交流鈴 來使用方會用或是點超級感謝 大家如果可以信心來查 最多喜歡這支影片 我是Glober璐洛洛我們下次見囉